老夫子最怕兑现到的英雄 应该就是夏洛特了 夫赖也说过 如果要他兑现最顶尖的夏洛特 那他也占不到便宜 但是像兑现这种荣耀局的普通夏洛特 怎么老夫子只要掌握了技巧 那也是根本不虚的 夏洛特一级抢二 那咱们退到后百兵旁开二 这样夏洛特的一兵就会a到我的二上 既反弹上又帮我跌能量 最后他哪怕到二也大惨了 只能被捧交出闪现 接下来咱们就不要出这一兵了 他稍微叠个被动 错开我到时候只能清醒斩 就能轻松把我带走 咱们把兵放到塔下清 反正一击已经赚了一个闪现了 有的时候我们都高估了对手的实力 像那种后手出拿来针对你的夏洛特 或者普通的金标夏洛特 其实都很好打 你们看 这第三波线夏洛特不清线 直接去支援了 那这个时候夏洛特不在 咱们是不是就有限权了 咱们赶紧把限清了 夏洛特这波的支援有什么意义吗 任何意义都没有 反倒是把限权白送给我了 让我占领了主动权 到此后其实可以去夏洛特回上的路上蹲一波 但四分钟前也去有事物的免伤 肯定杀不死他 所以我们选择支援中路 张飞还没意识到危险降临 咱们把他拉过来绑住 那他一个没大的张飞 我们三个人打他 他扛得住吗 他扛不住的 这一波因为我来支援了 我方多拿一个人头 那这波支援就是有意义 等我们打完了的时候 夏洛特又来中了 那他这个时候还能干什么呢 什么也做不了 反倒是又因为他去支援了 我能趁夏洛特不在的时候 再次获得这波线的线权 再次掌握主动权 并且还拿到了本该属于夏洛特的河线 现在夏洛特带上很想跟我打 我偏不给他机会 忘了装铬 就算我现在没打来支援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那起码也比带上我好 起码夏洛特就没机会耗我血 而且如果中路队友打架差伤害 我多少还能补掉 等到夏洛特快清完线先要进塔了 好嘞 我再回来吃塔兵 保 保证自己的发育 夏洛特一直没带上路漏 肯定是七王线就去中了 现在他没在中路漏 他大概就就在中所蹲着 那我就不去中了 我这波去中也不一定能打 说不定还会被夏洛特蹲 我去了干啥呢 我直接回上 果然夏洛特从中左漏了 带走了一个我的队友 还好我没去支援 如果我去支援了 肯定也只是挨打 没有任何意义 我回上起码还能掌握线权 这波长头的死亡是不能怪在我头上的 明知我前期打不过夏洛特 明知这波夏洛特在那蹲着 我来不了 那在我们少人情况下 为什么不� 猥琐一点呢 现在我有大闪 队友已经补完状态回到线上 那这个时候我要是大闪开到人肯定是能杀的 现在别捆 打起旁边肯定有张飞 队友还没到 不一定能杀 再等一会儿 队友都到齐了 咱们这个时候再开 大财绑住 三人几乎 几乎是直接秒杀 我打得这么稳 思路这么清晰 每波都预测到了夏洛特的行动 并做出了最合适的处理方法 他拿什么压制我 大乔直播上来帮我了 正常来讲的话 我应该是去跟夏洛特打 然后打到一半大乔帮忙 但这波我为什么没上呢 因为对面阿古朵一直还没漏呢 对面蓝区是空的 阿古朵大概率是红区 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刷 妈妈的红区在夏洛特旁边蹲着了 我和大乔的组合肯定是打不够他们俩的 等于说这一波打的话 阿古朵再就得占 不再就打得过 完全是不确定的事情 那我这波为什么还要打呢 没有一定的把握 我有必要打这波架吗 你把未来都交给运气 那你能稳定的上分吗 夏洛特新华线就选择传送了 那现在就是个机会 他之所以传送 肯定以为我现在要亲线打断不了他 而且他要传走 说明他旁边肯定也没队友了 而我根本没想亲线 早就在旁边等他传了 等他快传完的时候 打断他 再大转绑住 两个打一个 轻松拿下 然后再拔掉他的一塔 在兑现夏洛特的情况下 5分钟拿到2-0的数据 并且拔掉夏洛特一塔 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份几乎完美的答卷了 那么老夫子该怎么兑现夏洛特 你学废了吗